就是範例3 那範例3的話基本上就這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Printer底下沒有 但是問題 總共我要抓這 總共有六個問題 第一個的話請你幫我取得什麼 取得那個title裡面的東西 標題 標題在哪裡 標題在這裡 幫我把這個東西抓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幫我什麼 抓出所有類別 類別就class rate這個 超連結 ok特別注意 我要抓的是這個超連結 而不是裡面的文字 那裡面的超連結該怎麼抓 這個剛剛沒講到 其實我們常常也會需求的是 這個網頁裡面我希望把超連結取得 有沒有 比如這個連結到哪裡 這個連結到哪裡 以前可能要自己手動 複製貼上複製貼上複製 那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把整個網頁裡面的 所有超連結取得的話 那其實非常簡單 跑個回圈全部ok了 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 比如說你想要取得 這一個網頁裡面的所有的圖檔 甚至可以把它存檔下來 比如說你可以 執行完 這個網頁裡面的所有圖 假設它是一個項簿 你希望把這個項簿裡面的所有圖 通通幫你下載 並且幫你存檔 在某一個資料夾裡面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知道說 它的檔案的名稱叫什麼 有沒有 那還有啦 它一般會有路徑 不過都是相對路徑 你只要有這個路徑訊息的話 那你就知道說它圖放哪裡 然後你就可以類似用存檔的方式 就把它存檔 存檔 跑個回圈 這個網頁裡面的圖 通通下載下來了 這樣其實 你沒有想像中複雜 沒有那麼困難的 但是其實還蠻好玩的 有時候爬一個東西 它就 隨時就幫你自動就完成了 而且甚至我之前有講過 甚至你可以一段時間自動去幫你做 這件事情 好不好 做完之後 你就全部都會有資料在那個地方了 OK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六個問題分別完成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要取得Title 那如果取得Title 特別注意 我先把範例3 範例3的話在這邊 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先 一樣 這個是剛剛的雲端上面那個程式 那這個就是 假設我模擬那個網頁裡面的內容 你會發現 如果要取得Title 其實比較簡單 我如果取第一個 假設我今天 1 我先在這邊 第一個 第一題的話就是取得這個 網頁標題 Printer如果是這個的話 那我就在底下 用Printer 先Printer Printer什麼 sp這個東西 因為它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用Find Find什麼東西呢 Find那個title 所以雙引號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title 丟進來 那它Printer出來的話 會包含這個 整個拉過來了 它會包含它的tag標籤 不要tag標籤的話 前面怎樣 你可以點什麼 點test就可以了 OK 資金 這樣的話 我們就得到什麼 得到的是它的 網頁標題 OK了 抓到了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要抓什麼 抓這個裡面的東西 這個東西怎麼抓 我剛剛沒講 如果要抓這個裡面的東西 特別注意 第一個的話 它的tag標籤是A 所以這個抓的方式比較特殊 第二個是我要抓裡面的超連結的話 那我一樣先抓到它的A 但問題A裡面 假設用FindA的話 執行會得到什麼結果 因為它不只一個A A的話就超連結的開頭 然後一定會抓到第一個 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就應該會抓到什麼 應該是FindA吧 OK 執行看一下 有沒有FindA就OK 問題來 我不是要裡面的字 我要它的超連結 所以如果你要超連結的話 特別注意 比較特殊 你後面的那個什麼 這個.test你要把它改成.get get裡面的話 你就是要再加一個它的屬性名稱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就再加一個它的標籤名稱 把它加在這個後面 跟它講說我要get get什麼東西呢 一樣get它的屬性名稱就是HREF 把這個HREF放到哪裡呢 放到你要get的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OK 特別是要get有沒有 意思是我要抓裡面的某個屬性 OK 那這個HREF呢 它實際上是一個單字的縮寫 哪個單字的縮寫 HREF H是什麼 其實在那個那篇文章裡面就有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完 這個嘛 這個底下 hyper 有沒有在這裡 記得好像 在這裡 HREF 這個屬性比較不直觀 不好記 它代表什麼 hypertext reference 所以其實H就是hypertext hypertext怎麼翻譯啊 hyper 超文字 reference reference 參考 其實白話意思是超連結 OK 我們現在講超連結就是講這個 所以以後你看到REF 就是超連結的意思 OK 那如果說我要抓它裡面東西的話 很簡單 get這個REF 這樣就可以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吧 執行一下 有沒有抓到了 那如果你有多個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到底一樣 就把這邊改成什麼 find all 有沒有 然後find all的話會有很多個 那如果我有幾個 一個兩個三個對不對 那到底是一樣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中瓜糊 這邊加一個0 加一個1的話 0一定是這個1 那底下如果2的話應該就1 指的是那個串列裡面的第二個 試試看應該OK吧 我看一下 對 2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就把它改成2 有沒有 然後呢 它就取得什麼 第三個超連結 欸 所以到底是一模一樣 你會發現 find all 哇實在太好用了 這夠用了 OK 那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不過我建議 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這兩個就已經很夠用了 如果你可以把這兩個方法 用到很熟的話 你已經算厲害了 就夠了 就已經是可以抓你想抓的東西了 其他的暫時不會沒關係 真的 除非說你已經這些都無法滿足你 你再去學其他的方法 不過那時候你已經算是 再上去就往爬蟲高手 爬蟲打人了 OK 所以這兩個方法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了 就不用學太複雜的東西 主要的話呢 就是get 後面把它的標籤名稱 所以以後的話 都是類似的方法 也就是他標籤有沒有 後面可能會有個空格 空格後面的東西 都是他的所謂的屬性 那這個屬性 如果你要取得屬性後面的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用get 這個屬性 就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後面還會有出現類似的東西 好 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第三個問題 他說要取得什麼 取得first 取得first 剛剛有了 所以第三個問題 我就 這個也是 這個也講過了 取得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什麼 剛剛也有秀過了 用find就可以 第一個就是了 然後呢 如果要取得兩個的話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一次 要讓他find這個title 跟這個h1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 特別是要這邊find 他還可以有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我要一次抓兩個東西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在這個find 裡面加個中瓜糊 中瓜糊第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中瓜糊裡面 你幫我抓第一個 find o裡面 如果你要抓兩個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中瓜糊裡面 跟他講說 我要抓的是第一個 這個中瓜糊 有沒有 你可以中瓜糊裡面 跟他講說 我第一個要抓什麼 抓title 第二個的話 要抓h1 h1就標題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中瓜 就一個串列 這個串列裡面跟他講 我第一個要抓title 所以他會先幫你把title先抓下來 再抓h1 h1在哪裡 h1在這裡 ok 然後呢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他回來的話 就會是 後瓜糊 語法錯誤 ok 這樣的話 他就抓什麼 我知道了 因為我這個輸入法 現在切到什麼行列了 所以他 變成說 他那個 字元輸出 好像就是變全形 還是 ok 那你會發現他抓第一個 抓第二個 他先抓完title 再抓h1 那如果你還要再抓別的 你可以再逗點 比如說你還要再抓A 他A有三個 他就幫你再列到後面去 也就是他抓的方法 抓第一個 抓第二個 抓第三個 所以以後可以 你可以find all 他除了說可以抓同一種標籤之外 他可以抓不同的標籤 不過這種方式 會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但至少你要知道 他還可以抓多個 ok 所以第五個問題 那第六個問題 他是希望幫我抓這個 就是3的.jpg 3的.jpg 那怎麼抓 那這個方法 其實跟剛剛那個 抓網頁的方法 一模一樣 ok 所以我們拿 他第一個只有一個 所以我一樣用什麼 如果只有一個 那我用find 所以 所以你要抓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SOP 第一個 一個嗎 還是多個 一個的話就find 多個就find all 好 第二的話你要抓什麼呢 我要抓他的標籤 放這個裡面 標籤的話呢 叫什麼 小於後面這個名稱 叫img 把它複製過來 好 那如果你這樣的話 它執行 它會是一串那個 image的這一串 有沒有 如果你只要裡面的東西 就點test 但是我不是要 這個裡面的東西啦 我是要它的這個屬性的話 欸 屬性還記得吧 就用什麼方法 對 點什麼 點get 然後一樣小瓜糊 裡面一個字串 放什麼呢 對 放這個嘛 SRC嘛 把這個SRC 複製過來不就好了 好 執行看看 是不是3.jpg呢 欸 對了 有沒有 ok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那就是掌握要訣嘛 所以我剛剛重點 一 如果你有一個就用fine 多個用fine all ok 第二步的話呢 你的標籤就是在小於後面這個地方 空白前面 第三個如果你要抓的是你某一個屬性的話 那記得用get 如果你是要裡面的這個內容的話 就點test 大概這樣子 有沒有 只要記得這些 大概就足夠我們後面要實際上操作 這個 的這個 需求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ok 切一下 最好是可以 自己看 先不要看我 我給 我放在上面的答案 可以自己打打看 真的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這些都可以很靈活的 操作的話 那以後說真的你看得到東西 你就抓得到了 真的 你會覺得還蠻好玩 像之前還有同學 上完課之後 就是開始 玩上癮的 越抓越複雜 越抓越複雜 甚至希望把 整個什麼 像什麼 Agoda 或者是Hotel.com 或者是一些 訂房網站 全部都把它抓下來 或者像什麼一些PC Home Momo 一些電子商務的一些網站 把它爬下來 ok 那當然可以爬的東西太多了 爬蟲我是覺得 它就可以大大增加 你想要抓取的資料量 那產生你的大數據 這東西其實還蠻 延伸性還蠻大的 那差別就是說 如果你不會用爬蟲的話 你如果用人工來做 那永遠做不完 像說真的你要抓一些網路上的即時資料 每天每天抓好了 那如果用人工每天再一次 每天再一次 對不對 你就必須要請一個人專門去爬 固定小量資料而已 那如果你要大量資料的話 你就寫爬蟲就好了 反正電腦開著 讓它一直爬 時間到就爬 時間到就爬 然後把它存在哪裡 存資料庫裡面 你需要的話再把它抓出來 看要做 產生什麼樣的報表 馬上可以有一個結果 做一個 你要做決策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知道 該怎麼樣 做這個決定的話 相對的話 就比較 不至於會有錯誤 OK 試試看 好 好 好 OK 你